人走了九流下 武汉的天气只有两季 气温从30度直接降到10度 这个天气必须吃个羊肉 不愧是做了16年的羊肉品牌老店 周末十二点客人就满了 今天简简单单吃个羊肉 搞一锅鸿焖羊肉 粉蒸羊肉 羊肉大串 还有一个烤羊排 还有一个主食羊肉烧麦 你吃这么好的羊肉 不配金饺 那怎么行呢 羊肉配金饺 这个才是标配 那必须的 羊肉配金饺 乱生乱腥又乱累 先搞一个 这么好的酒 没还搞 先搞个羊肉馋 这个是吧 这个好 来 干馋 再干杯 这个馋真的是咸鸡鸡烤的 咋味啊 他们家的羊肉是宁夏餐营 吃的青草 喝的是矿泉水 你的伤味那么多 搞个羊排吃 筷子夹着 一鸣鸡划 是不是这种感觉 真是外面酥脆啊 里面不好吃 相当的刚好 一口羊肉一口鸡牛 不管今天加班的多累啊 你第二天烈老的精神 听说它里面啊 有蝗虫啊 多糖这些成分 能提高了里面的益力 我有的事我先走啊 改天再聊 人走了酒留下 哎呀 一瓶酒 有鸡打个死的 这个秋冬吃羊肉 喝净牛是标配之道吧 暖身暖心 抵御寒牛 就理不了它 好 好 感谢观看